那大家当然知道现在就是更popular的就是GPT3 那这其实就是在又隔一年推出的 其实当他们发现说训练了更多资料后 做出来的这个model它的效果就是越好 那当然他们就开始initiate下一个stage的project 就是我们要collect更多的资料 然后让model可以更大、train更久 那它的能力是不是就更强 那这边呢它所有有pre-train进去的data有多少呢 就从刚刚的40G上升到这边的45T 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更多更多的data 那这里面呢是它所有用到这个dataset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占据非常多的common crowd 它其实就是在网路上把所有网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资料 然后爬下来 所以就是web data 那当然一开始这个dataset里面其实是role data 然后它把里面的metadata跟text 然后做一些filtering然后把它抽出来 那这个dataset就是有就是爬了8年 所以就8年的量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你看到这边的token数量其实就有400多billion的等级 那web tax就是刚刚看到的就是在reddit上面的这些内容 那它做了一样做了一些钱处理就是 它只把就是post有三个就是赞的拿出来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post它的quality其实是很差的 那如果全部都把它考虑进来可能就太noisy 所以它是有把三个赞的这些论坛上面的post拿出来使用 那这个呢就是网路上的这些book的data 然后还有英文的wikipedia的page 你可以看到wikipedia英文page其实已经非常的多 但是在这里面占比其实才3%而已 所以呢在这里总共有45t量的data 然后去做pre-training 那大家一定可以想象的到它的training cost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你的model你要学那么多的资料 那suppose你的model应该也不会太小嘛 那你应该希望有一个很大的model 然后可以把这些知识全部融进去 那你的硬体的资源也会耗费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大概也是耗费了就是千万等级的的钱 在做这一个gpd3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那篇paper的话 在gpd3里面他们有说 在一开始在中间他们发现有一个bug 但是因为就是太贵了太花 已经花太多钱了 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就是把这个bug修好之后 再重新pre-training 这样的cost会太高 所以他们就ignore这个bug 然后就让他继续pre-training 所以他其实是有提到这件事情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open AI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 afford去重新pre-training gpd3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他的training cost 跟其他的model比较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那个 一开始的bird 所以大概在这个level 那这是bird lodge啰 那这个是roberta lodge 就是在这个level 然后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讲的t5 所以这个t5最大的这个size 其实他11b这个model 其他的cost也是蛮高的 已经比roberta lodge高蛮多的 不过如果你看gpd3最大的这个175billion的这一个 你看他远高于这里 你不要看这边是线 这边不是线性的喔 这边是那个四方的 对exponential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cost有多高 不过gpd3他其实也有提供不同size的model 不过最后结论是 当然你的model如果越大的话 performance就会越好 那当然你要使用他就会更难 因为光你要把它漏进来 其实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既然这个model这么大 我们把这个pre-trained model拿进来后 能够直接使用吗 其实这是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之前在使用pre-trained model的时候 我们怎么使用 我们是把这个pre-trained model 然后拿过来 然后在我们的target task上面做fine tuning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要再把这个pre-trained model里面的weight 然后再根据我们的task 然后去做optimization的 如果你这个model那么大 我光是就算做很小很小的fine tune 基本上难度也是超级无敌高 于是呢在gp3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酷 他叫做in-context learning 所以呢他意思就是你不用做fine tuning 你做in-context learning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先看这两张图来做个比较 左边的话呢是像bert啊这些model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没有annotation的data 然后pre-trained出一个model 对吧 右边呢也是一样pre-trained 用没有annotation的data pre-trained出一个model 那如果我们要fine tune的话 我们是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model拿过来 然后呢根据这一个task 比如说这个蓝色这个task specific的有annotation这个data 然后去调整我model的weight 所以呢会得到一个比较接近 这个task的model嘛 所以呢这个model就变成蓝色的 他的weight会跟原本的pre-trained model 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fine tune在红色这个task上面 我的这个weight也会跟绿色的不一样 也会跟蓝色的不一样 因为他就fine tune到红色这个task上面 那如果是in-context learning 他的概念是什么呢 他的概念就是 因为我们要做这个fine tuning 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model实在太大了 根本没办法去fine tune它 所以呢 我们这个model拿过来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 调整这里面参数的事情 我的这个target task 不管是蓝色或是红色 我都用同样的这个model去做处理 那既然我没有做任何model的调整 那他怎么去做到这个task的事情 他又没有见过这个task 那同样这个model参数 要怎么做到这个task的事呢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你想哦 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就 比如说学过很多中文 所以我们对中文应该算是蛮熟悉 蛮了解的在语言上面 所以假如说现在有一个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 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题目 那他会说明一下这个题组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这个题组呢是 他说好每题有一个空格 那你要从这选项中选出最适合这个空格的字或词 把它填进去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个说明的话 你suppose就应该可以做这个task 因为就算你这个task完全没见过 但是这个说明只要看得懂 你至少就会知道这个task怎么做 所以他的想法呢就是 我一开始我要在input的时候 说明这个题目给model听 接着呢我会给他一些例题 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给例题 就直接让他做 如果呢你有给例题的话 你就需要有annotated data 就是这个target test annotation data 比如说这边如果是一个填空的题目的话 我的target task是不是就会有annotation data 就是假如说这一题我要填的是d 那这里就是一个annotated example 那当然你可以给他一个 你可以给他三个 你可以给他五个 或是你全部都不给他 只给他题型的说明 然后就直接让他做相关的题目 所以这就对应了是zero sharp 或者是fue sharp或是one sharp状况 你给他一个例题就是one sharp 给他少数几个例题就是fue sharp 就是fue sharp 那什么例题都不给他就是zero sharp 所以你可以看哦 zero sharp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题目呢是translate english to friends 所以这是我们的task的描述嘛 然后呢我接着就直接问他说好 cheese要变成什么呢 然后就这整个连接在一起 位进这个gpt3里面 gpt3是不是就会predict next word 那他suppose就会把它补完嘛 所以他就会补 后面应该要被predict出 choice对应的这个法语 如果是one sharp的话呢 就是我这个task描述完 我会给他一个example 比如说see order 他的法文是这样子 那你看了这个立体之后 你是不是就更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题目是在做什么事情 那我就可以根据给你这些annotated data 来让你更容易predict出正确的这个cheese的法文 那最后面的这个东西呢叫做prompt 就是我给你的这一个有点像是testing的这个题目 那上面是这个task他的描述 如果是future的话就是这样子 我会给你多个例子 那他跟传统的fine tuning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传统的fine tuning 如果我们有一笔annotated data 比如说see order 他对你的法文是这个的话 我是不是就会把这边的这一个annotated data 然后去fine tune我的pretrained model 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prediction的结果 他其实是会产生一个gradient的东西 然后去optimize 就是我的model需要optimize这个target的data 所以呢他就会产生gradient 然后就会去调整我们的model的weight 然后去做到fine tune在我们这个target task上面 所以有一笔annotated data 他其实会有一个gradient产生 那多笔就会有多个gradient产生 然后最后去fine tune我这个weight 让我的modelweight 是比较符合我现在这个target task 那如果是左边这种incontest learning 我永远就是用原本那个pretrained model 我只是在input的层级告诉他说 这个task怎么做 然后呢我就直接用现有的这个model 然后直接让他complete后面的这个句子 然后帮助我们predict出对应的这个词 于是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做在42个不同的understanding task上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他aggregate的performance 这边呢x轴呢就是model的size 最右边这个175b就是最大的这个gp3 好那 那 右边是越大的 那 纵轴呢就是我们的performance就是accuracy 那他有不同的task嘛 然后他的performance就是一起aggregate在一起 所以我们等于是可以一起大致上看一个趋势 好 那这三条各自是什么呢 蓝色的话呢就是 我没有给他任何annotated data 我直接用刚刚的那个描述我的task 然后我就直接给一个prompt 然后就直接做prediction 那他的performance如果我用最大的data 其实也可以平均来看也有快40% 那当然如果你多给他一个例子 他其实可以更有效的上升 尤其是在你model更大的情况 代表说你model更大的越大 你对于task的描述其实是越理解的 你越了解这个题目到底是要做什么 那如果你给他一个例子就可以帮助他更了解 这个task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的performance就会再上升 那当然你给他越多个那个sample 他就会提升的更多 所以你看呢光是给他fillshot example 他的performance就可以来到超过50%的accuracy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跟之前做像是birth 这样子的model做fine tune来做比较的话 左边呢是一个superglue的一个dataset 就里面有非常多个不同的understanding task 然后他都在上面做以后 然后算出他的成绩 那刚刚的这三条就是对应 zero shot one shot跟fillshot 那这边的fillshot这边的example的数量是给32比 那你看呢虚线是什么 虚线这边呢是 这一个是乱拆 所以基本上当然是要比乱拆好 不然他其实就没有什么效果嘛 因为乱拆也是没有论任何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的参数只要到link model参数 只要到一定的量 0.4其实就会比乱拆来的好 就算只有zero shot这样的状况喔 那这边这一条是用birth large去做fine tune 或是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算是更improve版本的 也是birth based的model 那这个performance会更高 如果你光看这两个 你可以发现我光用one shot 就是给他一个example 然后直接让他产生现在这个test 的testing的结果 用175billion的这个model 他的performance就已经跟fine tune 用过birth large的performance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这已经非常惊人 因为这边是用了你target task的training data 又annotation training data 去微调你的model参数 但这边并没有做任何微调 我就只是把我的这个很大的pre-trained model 拿过来使用而已 那当然在不同的task上面都会有可能有一些更详细的操作 所以他的sota的model 其实是有可能是比birth large来更高的 因为后面有很多improvement 所以可以看到 这边可以做到大概快要接近human performance 快要90% 那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厉害了 他只用少少的几笔data 他就可以做到超过70%的performance 那右边的话呢 他就去分析说 我们的这个sample的 给他的example的数量到底重不重要 因为我们当然看到 给他越多example其实越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是给他32个 0就是zero shot 没有给他任何example 你可以看到 其实给他1个 就会比完全zero shot好非常的多 那大概给到5个左右 就其实performance就上升的不算很显著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就是给他一些例子 让他了解这个task是什么 因为他里面的参数不会动嘛 所以实际上你就直接 如果真实的情况下你要使用的话 会建议你其实给他3、5个example 你其实就可以在gp3上面 得到非常不错的performance 就算给他再多 他的效果improvement是有限的 那这个就是刚刚看到这个bird fine tune的结果 那这是那个 在这个特定test上面的sota 那当然如果我们pretend了越多的资料 你suppose你的generation能力 是比也会变得更好 所以他这边也测试了generation的能力 要记得喔 在gp1跟2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测试 就是没有很详细的去做这个测试 就是他有看一下gp2写出来的文章 说欸这比较好 但他并没有做很完整的study 去evaluate generation performance 不过在gp3上面他其实是有做的 那gp1就更不用说了 gp1他的generation能力其实是蛮差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generation能力 他这边怎么测呢 他这边呢就是他产生了一些 全部都是由gp3产生出来的文章 的article 然后呢有一些文章呢是 真的真人写出来的 然后他random的他把这些混一混 然后去给human来看 然后让human去标说 你觉得这一篇文看到的这篇article 他是人产生出来的还是机器产生出来的 然后他就要看说真人标记出来 他就是有几%他会正确的判断 这一个article他到底是不是机器产生的 所以呢我的纵轴是accuracy 就是他判断这篇article 是不是machine general出来的对或错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50%就是乱猜嘛 所以random chance在这里就是50% 就是他个半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月右边刚刚有说到 就是我们的model的参数 所以这边 这边这个下降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model还很小的时候 人去判断现在这篇article 是不是机器产生出来 他的正确率还蛮高的 就是当你产 就代表你的机器产生出来的这篇article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像真人嘛 那他真人当然很容易判断说 哦这就是generate出来的 那不是真人写的 所以但是到你的当你的model很好的时候很大的时候 其实真人判断这篇article 是不是人产生出来的performance 就已经接近random了 就是50出头而已 那这代表着说 其实现在gp3产生出来的文章 我们人其实已经有点难以判断 他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所以他的generation能力 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他可以generate非常非常通顺的句子 而且呢他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能力 就是跟刚刚说的想是一个feel shot能力 那他这边怎么去demo他这个feel shot能力呢 就是如果我现在随意的教他一个词汇 这个词汇是一个我捏到出来的词 但是呢我就教他我就说 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small furried animals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 那要使用这个词汇的一个example 的sentence呢就长这样子 我们到Africa 然后看到非常多可爱的这个animals 这样 那一样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利用前面的这些教学 那他就可以自动帮我们 他就会自动学到说 这个字他的这个词他的意义 然后会在他后面补完的状况下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使用这些词汇 比如说像这边我们就说 这个这个词 啊这其实也是捏到的嘛 是jump up and down really fast 那我们说example 使用这个词is 前面这边是我们给他的这个一个example嘛 就怎么照样造句 然后我就给他好 下一个字他的词是什么 然后呢我就请他照样造句 然后他就真的可以写出一句 有用到这一个词 这个词是不是像刚刚说的他 我教他说他是jump up and down 所以他就真的有使用到 这就很像你在教小孩 那他可能一个没有见过的词汇 但是你描述给他听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之后其实就可以 连结这个词汇跟你刚教导他的这个命令 就他原本已经会的这些词汇 所以他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去使用这些词汇 就像你教他怎么照样造句是一样的 那这边有非常多example 然后这都是真实的GPT3产生出来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通顺 而且也就是我觉得非常的impressive 那在OpenAI的GPT他的paradigm 我们大致上做一个比较 他其实各自就是隔差不多一年 然后就推出下一个版本 那他的参数量就从原本就是 就是还0.1billion左右 就非常的小 也没有到非常的小啦 就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错了 然后上升的非常的快 GPT2是1.5billion 到现在GPT3最大的有175billion的等级 那Pretrain的data呢 也从原本是5G上升到40G 最后的这一个GPT3用的是45T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使用的资料量 然后training的cost 还有这个参数的大小 其实已经是一个真的是exponential上涨的等级 那可以看到他的效果其实还真的是蛮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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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